來到澀谷 先別急著前往 Shibuya Sky 您可以在澀谷十字路口 觀看每到整點的3D發工報時 票滿可愛的3D發工 就來前往Shibuya Sky吧 現場票數量少很容易賣光 這時各旅遊平台都還有當日票可買 買到票就去搭百貨公司內的電梯前往十四樓 到了入口大廳 要在票券上指定時間之後才能入場喔 入場排隊等電梯時也不會無聊 一旁就是高樓層的澀谷街道美景 排隊時間在欣賞風景時一下就過去了 打電梯上樓跟下樓時記得抬頭望上看喔 到達後只能帶手機上展望台 其他東西都要放投幣式置物櫃裡 置物櫃要投100日元硬幣才能上鎖 使用完之後會退還 忘記帶硬幣的人可以找看看有沒有遺留的硬幣 搭手扶梯上到展望台後 要記得右轉去拍無邊機拍照點喔 這邊最熱門的時段就是日落前 天氣好的時候可以同時看到富士山跟夕陽 接下來我們就一起欣賞澀谷 天氣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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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